中共紀監委週四通報 上海市鳳賢區原副區長 市公安局鳳賢分局長唐麗娜 因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被調查 另據明慧網報導 唐麗娜曾參與迫害當地的法輪功學員 受到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追查 通報稱 唐麗娜大搞權錢交易 利用職權為自己謀求特殊待遇 長期大肆收受禮金 頻繁出入私人會所 将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在下屬单位報銷 通過民間借贷獲取大額回报 干預插手建設工程承包和司法活動 利用職務便利为他人牟利 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唐麗娜1995年6月起就在上海公安局任职 曾任市公安局指揮部副科长 政治部科长副处长 2006年9月起 任奉贤分局党委副书记 政委 纪委书记 督察长 2009年1月起 调到杨浦分局任相同职务 2010年11月 任市公安局轨道公交总队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政委 2015年3月 回到奉贤区任副区长 区政法委副书记 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党委书记 局长 督察长 2021年6月落马 另据明慧网报道 唐麗娜在奉贤分局任职期间 对当地法轮功选被迫害等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正在追查其相关责任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